孩子們連走帶跑 開心地從村子裡 跑到慈濟要放放大米的地點 這裡是菲律賓 旅宋島丹陸市的班邦鎮 職工為70個家庭 送來每包25公斤的大米 班黎市居之地 矮黑族居民只能靠天吃飯 收入不穩定的他們 生活捉襟見肘 職工除了送來大米 還幫孩子帶了文具用品 在此刻大學生的帶動下 每個小朋友都有 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現 這些小孩他們很辛苦 他們其實都很有才藝 很會跳舞 很會唱歌 他們因為在這個環境 沒辦法表揚他們的才能 我覺得很可惜 踏上歸途的孩子露出了笑容 這趟下生之路最難行 卻帶回了最棒的禮物 戴新聞 喬納斯 亞伯漢 菲律賓報導 這次是